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更多纳斯卡线可以一部老高的频道 自己去看 这些同趣又迷幻的图案 为秘鲁带来了迷人的观光材 观看纳斯卡线有两种方式 上高塔或搭乘小飞机 虽然我们现在没机会出国 但考古学家们在疫情期 保养作品期间也找到了新图了 看来当年主委真的很会加码 好 这一件事还很惊讶是 怎么还能够找到新的旋律 而且还有新的旋律 还能够找到更多的旋律 亏见全貌 秘鲁文化部研判 这幅史前巨猫图 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也就是落在秘鲁古文明 帕拉卡斯的文化晚期 原来妙星人真的存在 学者认为纳斯卡线是纳斯卡文明 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所创造 主流学界推估 这些图案在安地斯山的奇雨仪式中 扮演重要角色 当地接近无语的干燥天气 让这些地化的已保存 近年也利用技术 加速了重塑工作 我们有照片 或是船船 现在我们有照片 感谢科技的发达 让我们发现这只 等了千年才出来透气的喵喵 对对就是我的小猫咪 纳斯卡线到底是 外星人要传达讯息 还是只是古人随手图喵 老鹅只知道猫咪的好 冠川古今整个宇宙都知道 疫苗之乱 风夜秋霜染过 电笔二月春花 北半球马上走入了冬天 老鹅关心您 日夜温差大 一不小心容易生病 诊所预约单厚厚一整叠超过800个人 这些都是自费流感疫苗的预约单 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 向流感季即将到来 民众预约施打疫苗 超级踊跃 今年想打流感疫苗的人 在小诊所的自费疫苗 几乎全部预约光 打不到自费疫苗 大家望穿秋水 10月5日开打的公费疫苗 而这次公费疫苗是4家疫苗 共有3家厂商 分别是法国赛诺飞 国光生物和台湾东洋 其中两家为鸡胚胎蛋培养 一家为细胞培养 防护力都相同 符合资格 包含了6个月到10年前的幼儿 高中之下学生 和50岁以上的成人 以及幼头人员和医护人员 等9大族群都可以免费施打 这时公费疫苗有史以来 感受到最尊荣的待遇 原来最原始的需求 就是洛阳只贵 洛阳的只有多贵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台湾的公费疫苗要打完啦 今年公费流感疫苗 短短12天时间 已经打掉318.1万剂 就是因为民众都有疫情心理 担心新冠肺炎跟流感 或者冬天双重夹击 疫苗开打不到两周 预备开始跑 跑了12天 直接用了一半 卫福部长一看不对 直接打方向盘 拉手刹车流利操作 直接过弯 前一天卫福部紧急宣布 50到64岁健康族群 暂缓是打工费流感疫苗 隔一天马上就执行 疾病管制署说 疫苗接种情形踊跃 因此迅速发布公告与执行 精准入弯暴力出弯 观众站在原地目瞪口呆 今天来我排队了半天 才知道不能打 朝令夕改 第二个你也没有去通知大家 今年竟然政府的政策改来改去 让你莫名其妙 政府有点私信于民 因为大家在各个里 施打流感疫苗的时候 大家都很乖的 在自己的里上做施打 结果变相的导致于说 比较晚施打的里 变成有变相性的被受到惩罚 人民乖乖排队打 政府说我没扣打 没做促销就热销 叫你们店长跟经理出来 大家非常不方便 那在这里表达 对大家最大的一个歉意 临时召开记者会 请一上火线致歉 为的就是暂缓50到64岁 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去年在这个同样的一个时间数 天数里面是打了53万人 那那个现在今年是打了77万7千人 所以它相对的速度 比我们其他组型的速度要快非常的多 以往没那么高 那所以今年特别一下子高 现在那确实也没有料到 陈店长说 因为今年南半球没有发生 大规模的流感流行 卫福部并没有另外加购疫苗 结果现在全台湾都在抢疫苗 抢不到公费疫苗当场爆气 但现在就算退一步 愿意多花点钱打自费的 也不一定打得到 我们现在公费自费都没用 就算挂好也没用 全台统计115万剂自费流感疫苗 台北八大医学中心 库存都已经不到一半 我也要跟国人同胞抱歉 基于流感 我们国家都有整套的预防机制 去年我们进口的流感疫苗 非常的足够 今年更比去年进口流感疫苗多 但因为陈时中部长可能 一开始出来示范打针 以至于变得非常热络 店长道歉完 经理也出来了 结果经理说是店长懂作促销 店长你怎么看 我示范作用的话 那应该是65岁以上人打得比较多吧 不过没关系 这东西都是说整个公共政策 还是要让这个有限的经费 达到最大的效果 看着经理得体表现 霸气院长也来霸气发言 想出了一个霸气比喻 所以陈时中部长 一开始捡起袖子施打 做很好的示范 但这就有点象征的是 请客之外 主人家又怕客人不来 结果热情邀约 客人又超乎一体 味道不错 真的啊 我也来尝尝 以前政府拜托你打疫苗 现在抢到政府固存不够 你笑笑说爆桌 但板桥文翠里的里长 直接爆气了 我拿着球棒 照着像抗议 不要这样子嘛 你官兵民怀啊 我怎么对我们那些文翠里的里面交代 对我广播出去 请他们来打真的 阿公阿嬷现在还在排队等你交代 我们都知道 地区阿公阿嬷排队等你 结果你空手出现压力有多大 政府说的请客吃饭 现在客人人满为患 经理店长你们就看着办吧 林又昌 谢谢部长 谢谢柯市长 还有何市长 我想今天最高兴 最开心应该就是我啦 基隆的捷运 已经这个讨论争取了三十年 九天前交通部长林佳龙 邀了北北基三位市长 讨论未来基隆轻轨 升级中运量捷运 与双北整合议题 北北基一家亲 又昌笑得真开心 但又昌嘴角 可不是只拿来笑的 梦话方面他也是在行 第一位又昌知道 只要睡得好 梦里面什么都有 台北市长应该是一个超北市长 也就是超越台北的格局 把基隆跟桃园跟新北 把它拉在一起 这样的市长的格局 我相信是大家所期待 林市长 你如果有什么更大胆的想法 要不要一次提出来呢 不应该再有所谓的直辖市 跟非直辖市之分 基隆市长林佑昌 在刨新想法 这回不只是超北市长 而是提出非直辖市 还有行政区重划 台北市如果今天有了海岸 有了东北角 有了北海岸 又有了一个港口 那基隆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想象 金山万里瑞芳双西共辽 或者甚至是石门 或者是甚至包括戏子 你愿意成为基隆市 你应该是不愿意吧 大家没在期待 宥昌率先编织未来 这锅超北豆腐包 宥昌吃得很开心 被强行抓上桌的友谊 伸手拿了杯柠檬汁 谢谢爱做梦的好邻居 谢谢宥昌 总是有一些国土规划的想法 北北鸡三个市长 要共同的携手合作 警察叔叔虽然有够酸 但宥昌的北北鸡桃大梦还没醒 基隆市跟台北市 又出现一个合作案例了 基隆市长林又昌 挖角前北市府发言人林昆丰 担任综合发展处长 前科市府发言人林昆丰 正式加入基隆市府 不过布达宣誓典礼上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 有点针对 市长最感动的一点 就是他的见识 而且他不会失言 政治人物难免有时候讲话 这个会被大家扩大解读 并没有特别要针对谁 基隆虽然小 但是要有超越首都的格局 前公司484对你不好 请问你的说话技术 是师程断水流大师兄吗 又不是我造成的干我屁事 林又昌 今年49岁 人称基隆外海 国土规划分析师 兼操盘手 继承市讲师 AKA正国会二师兄 土生土长基隆人 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 曾在民进党中央党部政策会担任副研究员 是从党职基层一路向上爬的勇者 接着又昌就上了 实任党秘书长游锡坤的车 沿途的风景慢慢变美 2000年阿扁政府执政后 幕僚旅途启动 游锡坤当副院长 又昌在副院长办公室 游锡坤当总统府秘书长 又昌在秘书长办公室 游锡坤当行政院长 他也不意外地在院长办公室 2006年游锡坤出任民进党党主席 他也跟随脚步进入党部 担任社会发展部主任 2007年游锡坤因为特别费事件 遭特珍族起诉决定辞去党主席 师傅下车了 徒弟还在车上 2009年三合一选举 又昌参选基隆市长 输给了基隆的传奇 施政满意度多年倒数第一 还能胜选的国民党籍张通融 但他拿下65673票 得票率42.08% 是民进党1997年后 基隆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 2012转战立委选战还是高票落选 拿下了8万多票 2014年他再度参选基隆市长 拿下超过10万票 过半得票率 打败当年人人喊打的国民党 2018年11月24日 庄家联一拉一 延续四年前胜利 以102167票54%的支持度 首度达成民进党籍基隆市长连任记录 基隆市民还愿意 以这么高的一个选票来支持右昌来连任 我在这边首先跟所有的团队 深深一鞠躬 感谢我们伟大的基隆市民 谢谢你们 谢谢 2018年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大败蔡英文请辞 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 由林又昌代理党主席 我只能说 开头给了又昌车票的是游习坤 但又昌确实搭车搭到了出神入化 政治圈里每个懂搭车的人 最后都有机会成为司机 如今郑国会大家长 习坤已经回到立法院当院长 新潮流跟各大派系的交火中 郑国会的二师兄 瞄准的是超北市长 还是台北市长呀 多次称赞市长林又昌 是非常杰柱的市长 现在很多党内都鼓励他参选台北市长 你怎么看 我想林市长的表现 不必我讲 我私下问又昌 他也是希望说 把基隆市的市长 很多做好 都比较好 我现在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 主管国会行政 不牵涉到党派 也不希望介入到 太多的政治 我觉得任何人他如果表现好的话 一定会赢得典民的信赖 他以后当然要为国家做过更多的服务 老游老板的西瓜 地址都是一样甜 不牵涉党派 不介入政治 但身为民进党籍的立法院长 字字句句都是称赞 这九四说话艺术啊 很美观哦 快追踪并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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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